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11月28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那群逃兵醫護自從2月發起無理罷工後 醫管局一直未有嚴懲他們 昨天醫管局終於作出一個決定 如何懲處逃兵醫護 但有關的決定令很多正常人都失望 究竟整件事有甚麼內情 另外 深圳市公安局鹽田分局昨天宣布 十二門徒的偵查終結 究竟他們的下場會如何 會否直送刑場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段影片廣傳開去 等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今年2月那群逃兵醫護由於懼怕疫情的關係 但是以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名義發起罷工 來威脅政府 當時報稱有7000名逃兵醫護參與 他們妄顧病人的權益 亦加重了一群緊守崗位的正常人醫護工作量 這麼不負責任的行為 當然被市民罵爆 結果罷工罵劇只維持5天 以失敗收場 罷工以來 我們一群KOL 一直向政府施壓 要求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和醫管局做事要嚴懲參與罷工的逃兵醫護 但有關部門一直都好像懶懶閒 直到10月 醫管局才好像漁夢初醒 提出那群逃兵醫護在2月做事等於缺勤 表明有意追究 才開始向那群逃兵醫護發信 要求他們交代當時缺勤的原因 但醫管局員工陣線竟然呼籲那群會員 不要自行回應 交給工會處理 然後在10月23日 當日到醫管局總部 遞交那群會員統一的答案 指已有5800個會員授權他們工會處理 自從醫管局向那群逃兵醫護發信 要求他們交代當時缺勤的原因後 很多正常人都非常著弱 以為等了那麼久 醫管局終於做事 終於肯追究那群逃兵醫護 所以昨天11月27日 醫管局開啟內務會議 議程上唯有討論有關於逃兵醫護問題時 很多正常人都抱有很大的期望 可惜期望越大 失望自然越大 對 出來的結果竟然跟我們原先想像的完全不同 醫管局在昨天開完會後 醫管局的主席范雄寧說 之前出了信要求那群逃兵醫護交代2月時的缺勤情況 收到7000多個員工的回報 在考慮了法律意見 僱傭條例 人力資源政策 僱傭合約和員工的士氣等因素後 決定向那批在2月3日至7日期間 參與罷工的逃兵醫護追究 咦? 是否會炒友? 原來不是 原來只是收回之前已經出了給那群逃兵醫護的相關工資 醫管局會重新計算那群逃兵醫護今年2月份的人工 再在之後那月的人工扣回差額 而醫管局亦宣佈不會再就那群逃兵醫護 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 簡單來說 即是之後都不會炒友 整件事就這樣close file 醫管局就說 相信這個安排對那群逃兵醫護是一個最合情 合理合法和公平的處理 咦? 我沒聽錯嗎? 隨便扣少少薪金 只是大約一個星期薪金 整件事就這樣算了 你知不知道那群逃兵醫護在罷工期間 多少病人權益受到影響? 之前葉劉淑儀、葉太太也開了記者招待會 找了幾個苦主來講 有苦主更加表示 因為那群逃兵醫護罷工延誤了手術 令他家人慘死 你現在說扣少少薪金 是對他們最公平的處理方法? 對於慘死的病人又是否公平? 醫管局的主席范紅寧還說 雖然2月的罷工嚴重影響公立醫院服務 非緊急手術有些被取消 普通科和專科的門診服務 有些臨床部門的運作和緊急服務也被影響 醫管局說當時已經向有關員工表示反對他們罷工 多次公開呼籲缺勤的員工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 但最終同事也陸續回到高峰位 他們是罷工後才回到 令到醫院服務恢復 所以他希望今次的決定可以釋除同事的憂慮 讓大家專心工作 應對冬季服務的高峰期和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 醫管局今次出手這麼輕 放生的逃兵醫護說不單是我們正常人覺得驚奇 原來就算連逃兵醫護自己也猜不到 因為罷工的搞手 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副主席羅卓堯都說 醫管局今次扣他們的工資的做法 比他們預期中溫和了很多 一方面沒有裁員 沒有影響逃兵醫護的即刻評估 也沒有抽稱個別的同事 他還很得意地說醫管局今次放生他們 是因為他們從2月開始無論是罷工 到之後罷工同事一致回應醫管局各方面 都很團結才逼到醫管局就範 不過如果你以為他們今次的懲罰這麼輕 撿身彩 會收聲 檢討自己 那你就錯了 醫管局員工陣線之後發了一個聲明 就說醫管局在疫情嚴重時 清算他們的罷工醫護只會為抗疫前線的士氣雪上加霜 警告那群會員說政權和醫管局的諾言絕不可信 認為醫管局只是因為疫情回升 需要大量的人手去工作才作出購量的決定 他們說本會不會心存僥倖 一旦疫情完結 醫護若無法展現團結 更嚴厲的清算定必降臨 包括操控專業監管機構進行釘牌等 他們還說嚴正要求醫管局和工會公開談判 正視工會地位和罷工權 醫管局和食衛局麻煩你們看看 你放生那群逃兵以後 別人有沒有感謝你呢 別人還要說你是因為疫情嚴重才對他們輕手 還要迫你公開談判 無論如何 對於這次醫管局的決定 我們KOL 和一群正常人覺得非常失望 為何我們正常人的說話你又不聽 那群逃兵醫護的說話你又聽完呢 究竟醫管局也好 或者陳肇始 食衛局也好 是不是全部都是黃的呢 不如大家留言說一下吧 無論如何 我李梓敬和KOL100的一群KOL 一定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不會被他們草草了事 說完那群逃兵醫護 想說一說十二門徒 十二位背著刑事案件的香港人 人稱十二門徒 8月時坐大飛 由西貢報代告出發想偷渡去台灣 誰知在內地的水域 被中國海警截獲 以涉嫌觸犯偷越國家邊境罪 扣押在深圳鹽田區的看守所 而警方的國安處在10月10日 亦將協助十二門徒逃亡的9人拘捕了 他們分別負責幫十二門徒安排車輛 聯絡台灣應接 出錢 和安排出發前的窩床地點等等 他們其中包括有社民連背景的唐遠青 本民前的成員 鍾雪瑩 和船主成先生等等 自從這件事發生後 攬炒派和小黃人不斷抹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 說他們設計令他們被捕 明明是他們自己逃亡 自願送中 沒有人逼他們 竟然可以說到有人捕捉他們回內地 那些小黃人的謊話真是厲害 其實中央政府對十二門徒的待遇真是非常好 又獲准由家人匯錢給他們用 又被他們委託官派律師 而且有名有姓 全程的透明度極高 相比上來 另外五位逃亡了台灣的手足 就真的好像人間蒸發了 相比上來 十二門徒真的撿回身材 中央容許家人匯錢給他們用 也不止 前個星期四開始 部分家屬更收到由十二門徒寄給他們的親不信 書信內容大概是報平安 希望家人可以收手等等 以為中央容許十二門徒以親不信的形式接觸他們的家人 以為他們家人會感恩珍惜嗎?那你就錯吧 他們竟然抹黑說有關的書信是十二門徒在不情願的情況下寫的 其實這些十二門徒的家屬 敢不敢因就證明他們真是反共反上路 另外五位逃亡了台灣的手足 現在好像人間蒸發了 為何你們又不說 為何又不幫他們簽名 為何不幫他們搞記者會 要求台灣交代 怎麽也好 昨天十二門徒又有新發展 鹽田市公安局鹽田分局昨天下週 即11月27日 在微博公布 鹽田分局對十二門徒涉嫌組織他人 偷越邊境 偷越邊境案的偵查已經完結了 現在將他們送到鹽田區的人民檢察院審查 現在送到檢察院是否代表一定會被起訴 原來也不是 原來因為內地司法制度很透明 檢察院將會再次審查整件案才決定不起訴 如果有足夠的證據 當然是立即起訴 如果很明顯是不足夠的證據 他們就會決定不起訴 放了他們 有時如果檢察院看到一件案件是近磅 即是在有和沒有之間 但證據不足的話 他們就會將他退回公安補充偵查 這個過程最多可以做兩次 內匯最長可以到六個半月 到期後一定要決定是否起訴 而一旦起訴 一般的審理大概是兩至三個月左右 現在那群十二門徒的家屬 最關注的地方 就是有關的審訊是否公開 以及是否可以旁聽 其實是這樣的 由於今次的案件不涉及國家的機密 原則上是可以公開的審訊 但因為法庭的地方始終有限 不太大 所以有機會是每一名涉案的人士 最多只有一至兩位家屬可以旁聽 不過現在內地的司法體制 對於未成年人的私隱是非常保障的 如果審判的案件是涉及未成年人士的話 一般不會公開審訊 由於十二門徒中最年輕的只有16歲 所以有機會為了保護他的身份 有關的案件是不會公開審訊的 無論如何 其實今次的十二門徒 有些年紀真的很小 可惜就是被那群攬炒派煽動 再加上攬炒派越幫越忙才會令他們今天有今天的下場 其實如果他們早知如此 又何必當初呢 之前跟大家說過為了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我們最近開設了一條暫身的頻道叫做混帳 找了一班正常的年輕人 以半娛樂半政治的形式去做節目 希望可以感染更多年輕人 由小黃人變回正常人 最近梓敬 文傑和肥仔傑拍了一段短劇 以稀笑怒罵的方式去評論政治 不如大家看看這段影片吧 誰誰快點和我寫多一些阿周的正面新聞 甚麼 怎麼寫 做了幾十年你不是不認識的嗎 你不是隨便說他英俊 說他和美國隊長撞臉就行了 快點吧 可以做的都做完了 真的希望可以大步攬過 唉 阿鑫 你一定要贏 要不然我的水喉真的比水冷了 喂 老蕭 甚麼事 哈哈 肥老大 今次麻煩了 你那條麥克西門 找人寫衰 阿拜登的兒子 現在人家高的方陋 你這次拜託也不行了 我說了多少次 麥西門不是我的男人 他是我老闆 我老闆做什麼我怪不得知道 你老闆用你的錢去教 怎會不關你的事 你快點問一下你老闆好過 你等等吧 我加他進來三人會議 等我一會 我西門說 什麼事啊 老闆 你之前是不是找人寫文做 亨特拜登 哎呀 大老闆是忠忠叫的 否則 他哪有機會連任 喂 那些資料流的 現在那邊的民主黨 又說要封殺肥佬 共和黨的粉絲又說 他拖累選情 總之這次糟糕了 喂 那些鳥糟糕當然有的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肥佬奶 你知道的吧 我現在在扮著你的名字 總之你說你密都不知道 便可以了 那我做的有些傻子相信 你做這些沒人相信 馬老闆 你現在用我的錢去做事 喂 肥佬奶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你的錢不就是我的錢 我的錢不就是國家基金的錢 你怎麼會睡得這麼小 算了…我不做了 現在中國和香港都說要告我 國家又來封殺我 我只是打工而已 要不需要這樣對我 喂 喂 肥佬奶 國家付了二十多年錢 你還看的 就當然要還的 你這麼快還不了 真是夠了 好了 那我跟這件事說 是我自己的前逆 其他糟糕的錢 你自己糟糕 我們國家基金 不會再給你錢 再見 喂 喂 喂 老少 我這次真是 人又老 錢又沒有 還要被人告 唉 這次真的走投無路了 喂 不如我過來鬼島那裡 投靠你行不行 嘿嘿 你瘋了嗎 喂 我這邊比你那邊 那個開書店那個 變了偷房 嘿嘿 開餐廳的 被人淋屎水 哈哈 那個什麼 你們那邊的營帝走到過來 做黑衣 哈哈哈 你還是快乖地要進去坐 哈哈 你坐完了 還可以做一個人 我這邊分分鐘 比你享受一國一制 嘿嘿 我不跟你說了 嘿嘿嘿 唉 每個人都沒有義氣 還說走足 死肥佬 我看你不順眼很久了 我這次用不生的精力 去燈死你老闆阿針 哈哈 我看你這次怎麼死 你哪裏都不用去 哈哈哈 小小的嘗試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不想我們下一代 看來看去都是那些小黃人的娛樂頻道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右手邊這裏按一按混帳 logo 來訂閱我們這條混帳的頻道 訂閱完之後 再按右下角這邊 看看混帳我們最新一條的遊戲節目 支持正常年輕人 一起感化更多的年輕人 多謝下次見 拜拜